到底那一个影片剪辑软件最适合你 影片剪辑到底要用剪映好 还是用Premio Adobe Premium专业的软件比较好 你好 我是你的网网现场导师 Marco OK so 最近跟你分享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 老师啊 我想学Premio Adobe Premium 这个Adobe非常出名的剪辑软件 历史有久 功效非常强大的 然后有一些学生他就用苹果电脑 他会学 Final Cut Pro OK 这个是专属 苹果都会用的一个软件 他就会学Final Cut Pro 他就会问我 老师到底剪映很容易 我会了 我很简单的 都要学的 我要学就学Premio Pro 要学就学Final Cut Pro那种 OK 那一种专业软件不是不好 非常好 但是它的学习门槛非常高 你一定有一点点的那个design的 那个assets design的底 你学的就比较容易 OK 如果你只是一个营销人 你做property agent insurance agent 你要玩tiktok 你要做自己的品牌 你只要很简单的 巧妙的 快速的剪完 那一个视频出来放上去的话 剪映跟cap card是非常适合你的 你不需要花时间去学Premium去Final Cut Pro 就能完成你的网络行销短片了 OK 所以如果你学了剪映cap card之外 你用的那一个技巧用的非常好 过后 你还觉得不够 那个时候你才去学习Premium跟Final Cut Pro 应该这是我的意见 以前我也是用Premium比较多的 这慢慢因为要快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方便 所以我就转了 用了剪映手机板跟剪映的电脑板 或者是cap card都可以 OK 希望这个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正在想要学习如何剪片的你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我剪映的课剪接的课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